6月1日,乃万工作室官方发文表示,近日有部分自媒体用户在社交平台、短视频等平台散布关于乃万谈恋爱和男朋友闹分手、网报诉人等的不实言论。 在此,乃万工作室郑重声明,上述消息均为虚假信息,为别有用心之人编造出来的谎言。 针对以上谣言,我方工作室已启动相关法律程序,同时希望各大平台及用户不要传播不实信息,共同抵制网络谣言,感谢各位对乃万的关注。 此外,一名为阿根廷进口大虾的网友晒出了乃万告自己侵犯名誉权的法律责任告知书,原因是该网友发布的某条内容涉及到侮辱、诽谤,侵害了乃万合法权益,现要求该网友删除其相关内容。 告知书称,这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内容侵害了乃万女士的名誉权等合法权益,且涉嫌触犯刑法构成犯罪。 据悉,该位网友于5月31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其他网友说乃万丑的截图,并配文不愿在现在乃万方称网友涉嫌侵犯乃万的名誉权。 对此,你怎么看呢?